國外風雲帶您關注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首先要帶您看到的是 520即將到來了 新總統賴清德即將上任 不過就在他宣布由卓榮泰 擔任行政院長之後 最近也陸陸續續在公布最新的内閣人事 只不過當然有人歡喜 有人就有事沒有被留任 當然也會比較傷心一點 只不過就被問到了 這個國防部長接下來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由顧麗熊來擔任 而且現在邱國鎮已經在跟他交接了 國防部長邱國鎮今天也做出了回應 我們一起聽看邱國鎮怎麼說 我沒有交接 目前因為我們這樣子 我們既然待久了以後講真話 都拿到命令 或者長官告知 但目前 對 我是要報上什麼 跟我們都沒有智慧了 但我們軍中的習慣就是 拿到命令了 一定有個期限不要交接 或者利用什麼會議 他搭託的溝通 所以你確定就是顧麗熊來接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外界都在傳 接下來就是由顧麗熊來接國防部長 不過現任的國防部長邱國鎮 是殘言自己不知道 還說現在沒有接到命令之前 他都不會做交接 那麼如果長官有命令了 他就會來照做 不過講到這個內閣 可能沒有留任的還包括了 這金管會的主委黃天睦了 那麼黃天睦接下來的下一步 會怎麼做呢 黃天睦今天有最新的回應 而他今天在財政委員會也講到了 如果接下來他會跟新任的主委 一定會好好交接 因為他們兩個也是過去就認識 一起來聽聽看黃天睦 他是怎麼說的 昨天是上午 佐准院長記者會宣布這些人事 那我考量他上午可能很忙 所以我快中午的時候 我有親自打電話跟他祝賀 然後我有跟他說明 我有指定我們的蔡主密 蔡芙蓉先生 擔任這個交接的聯絡窗口 把聯絡電話方式都給他了 那我下午也請我的辦公室 轉職本會 黃天睦是強調了 在520之前 他還是會戰戰兢兢 把自己的職務給做好 但是新任的主委 如果需要他的協助 他一定會全力的來配合交接 不過呢 既在立法院 還有另外一個焦點 那就是 就現在傳出了 這個國民黨團總長 傅昆奇要率領黨內的自家立委 傳出將近有20位 要一起到大陸去 只不過現在大家就會好奇了 那如果現在民進黨喊出天天假洞 那院會怎麼辦 會不會受到影響 傅昆奇真的要去大陸嗎 一起來聽看他的這些回應 對於這一次是不是立法院 國民黨立委會前往這個大陸來訪問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重要的時刻 不只民進黨政府把兩岸 推向兵兵戰危 在全世界的媒體都報導 兩岸的關係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們看到現在在阿拉伯世界的國家 已經不斷的發生了衝突 在俄國跟烏克蘭的戰爭 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全世界都報導台灣海峽 是最可能第三個火藥庫 即將引爆 我想在今天兩岸斷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人民只有自救 包括現在觀光產業不斷來沉浸 可以聽到這傅崑奇是沒有否認 要去大陸這件事情 不過當然了外界就會說了 那國民黨難道不怕 就民進黨再發動假洞來突襲 讓一些議案趁著他們不在的時候闖關嗎 那麼傅崑奇私下是透露了 他們也會觀察這個星期五 民進黨的動作 那麼如果他們覺得 民進黨還是會發動突襲的話 一定會在禮拜二的院會之前 給趕回來 那麼疑似是沒有否認 他們要到大陸的消息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現場